其實如果你用人工的方式來完成的話 不外乎就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 其實如果按照步驟來就是那個什麼 先選取那個來源部分 這個地方的話 來源部分就是C3到D15 所以就是這樣選這個範圍 所以這樣如果你要做人工的方式 第一個兩個欄位對不對 先選那個這兩個欄位 然後你先插入那個直條圖 所以預設是直條圖 OK 它出來就是這樣 但問題它裡面有我們不需要 不對的部分就是底下這個水平軸 水平軸如果要變更的話 第二步按右鍵你就把它變更那個什麼 選取資料部分 把這個水平軸編輯一下 再去選月份 所以第二步先選中軸 再選橫軸 OK 按確定 1月份就出現了 按確定 然後再來的話就變更什麼 變更這個 所以剛剛的程式其實再來是什麼 其實就是再來我們 這兩個有的時候 其他還有就是那個上面的標題 這個 另外就是 這兩行 其實這兩行如果你用手動的方式來做 一選這個氣溫部分按右鍵 然後選取資料部分 跟這樣 變更 這個按右鍵 變更它的那個數列圖表 那你會發現它跳出的是一個組合圖 組合圖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這個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然後呢 旁邊有個副作標軸有沒有 如果你要增加 因為現在只有主作標軸沒有副作標軸 那你把它打勾 這邊就有了 按確定 那所以喔 這邊的直條圖看這邊 這邊的看這邊 就兩個軸 再變更它的那個標題就大功告成了 OK 大概是這樣啦 只是說如果以前的做法就是 你變成要做很多個動作 那如果對應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程式部分的話 就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程式 那這個部分完成之後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再來的話呢 相對可能又比較複雜一點的 就是下載那個 這個提交所這個資料 那第一個可能遇到的問題是 這上面的資料怎麼樣 它必須要先按送出之後 資料才會出現 OK 而且目前看到的話 它好像會跳出說只能下載一年 但我試著用那個程式的方式來下載 好像沒限制 它可以最多我記得好像從2006年之後 全部的資料都下載下來 OK 看一下匯率好像真的最早只有28 所以現在的匯率已經是 應該歷年來最低了吧 OK 還會再低嗎 不知道 反正只是一個歷史資料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下載這些資料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這邊的話 基本上需要了解一個部分 以後如果說你想要去抓取的資料 它後面沒有問號 也就是它不是用Gate的方法 而是用Pause的方法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知道 我怎麼知道它背後的那個參數藏在哪裡 OK 如果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查出它的那個背後的參數的話 那以後很多資料都抓得到 像有些 你慢慢去觀察 像很多像高鐵的售票網站 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怕你要抓取它資料的網站 它後面就不會帶參數 但是問題總會有參數吧 OK 那它參數藏在哪裡 跟各位講 可以用一個方法 叫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什麼 檢查 有沒有 之前我們不是有按右鍵 不是跳出一個那個 旁邊這一個檢查對不對 那基本上喔 它的按右鍵檢查之後的話 主要的話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裡面有一個這個功能 叫做Network 特別是喔 這Network顧名是網路上面的一些活動 如果它有一些活動 我們主要抓的是這個活動 這個叫什麼 DailyFX的這個什麼Rant 那這個其實對於網站上面 它就是一支程式啦 那至於這個程式用什麼語言寫的 其實這邊看不太出來 它不是點ASP 也不是點JSP 所以這邊一定要它沒有副檔名 所以我們不知道 反正它就是一支程式就對了 那這個程式你只要做動的話 它這個Network一定會有一些動 所以我們第一個按右鍵 切到那個檢查 所以叫各位以後 如果你要抓網路這種資料的話 第一步的話就是先怎麼樣 先切到檢查 然後切到Network 第二的話你就是按一下什麼 按一下你要輸入的資料 比如說我一定會給兩個資料 那以前如果像之前那個什麼 大樂透下載的話 它會把這個資料放在上面給你看到 那它現在沒有看到的話 就是POSE的話 它就放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也可以看得到 只是它有點像包裝起來不讓你看 如果舉個例子 就有點像那個GAS有點像那個明信片 明信片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油菜也看得到裡面寫什麼 所以一般你會有一些情書的東西 一定不會寫 寫在明信片 那如果你有一些不能給人家看到 那一定把它包裝起來 所以這個有點像把它包裝 但是包裝能不能打開就可以看到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打開 第一個按右鍵檢查 第二個的話呢 輸入你的條件 兩個參數 一個哪一天開始 一個哪一天結束 就是按送出 那按送出之後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右邊有變動 Network 它會把你網頁上面的這些東西的所有狀態 它都幫你記錄在這裡 也就是說只要你傳了什麼東西 到網路上或者下載什麼東西的話 它都會有所有的記錄在這裡 Network其實簡單講 就是網路上的所有的活動都有個記錄 我們只要觀察一個東西 這個程式的動作 這支程式在哪裡 其實理論上會在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 就在這裡了 有沒有 那它如果裡面有一些相關的活動的話 基本上都會放在這一個裡面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它切到哪裡呢 這邊有個preview 這個preview就是它這個程式幫你做了什麼事情 那其實主要不是我們要的這個 我們其實主要是這個前面headers 那其實它的條件放哪裡呢 放在這個底下 所以特別說headers往下捲動 到最下面的話 理論上各位可以看到 它會有一個叫Fondata 因為如果你將來 只要是有一個像這樣的形狀的東西 就是裡面可以填資料 它就是一個Fond Fond就表單 表單裡面填的參數資料的話 都會放在這裡 前面的話呢 就是它的參數名稱 後面的話呢 就是它帶什麼參數過去給它了 那表單裡面填的參數資料的話 如果我們用這個邏輯來看 其實有點像這個問號 然後第一個參數在這裡 等於and的第二個參數 等於這個 所以如果我們找到之後的話 以後只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順利的再下載下來 其實只要把之前我們錄製好的那個程式 從網路上下載資料 我們不是有錄製的一個程式嗎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用ActiveShootCreditTableAdd 然後後面差別只是說 這邊是UIL 然後網址是這一串 就剛剛我們上面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對不對 把它貼過去 貼過去之後的話 後面其實只有多一個東西而已 特別注意 就跟前面的那個下載網站 你看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多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叫做點什麼 點PostTest 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用VBA來抓資料的話 其實也蠻簡單的啦 我覺得 你有的時候殺雞不用牛刀啦 如果你不想說另外再去開那個Python 或者說你不想要另外再學Python的話 其實這有的時候就已經很夠用了 再來的話 我們要知道說他這個Table是第幾個Table 當然第一個Table你可以用錄製的啦 比如說我們前面有錄製劇集 他錄下來第三個 然後另外的話 如果我不想說帶回來的資料裡面 有一些格式的話 把Web Formating部分把它變成沒有 這樣的話這一整個網頁就會把資料給帶回來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可以開一個空的一個 這個這個 我這邊也有把它新增一個空的工作簿 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那個程式來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就直接在這個 我看這支專案是在活躍部1 所以活躍部1在這裡 記得你那個要找對地方寫程式 因為剛剛有同學就是比較習慣 就看到那個module就把它寫上去 就寫到別的檔案去了 那以後存就存到別人家去了 以後當然你同時開啟的時候可以指定 但問題你關掉那個你就找不到了 有的先養成好習慣 就是先找哪一個 這個我們的檔案是活躍部1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OK 我們就把 乾脆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是建議你自己再錄自己下聚集 然後錄下來的話 其實最重要 錄完的程式裡面 最重要是加這一行 叫做.postex 就是背後那些東西 等於什麼呢 我就把這個名稱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從剛剛有沒有 我們看到的那個 按右鍵檢查有沒有 檢查完之後特別注意哦 這個裡面的headers 拉到最下面會有一個什麼 form 有沒有 就這個名稱 把這個名稱跟這個名稱複製過去 那後面的參數看你要不要順便帶 如果順便帶就把它貼過來 貼到這邊來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程式部分的話 直接就拿這個來 OK 直接我把這邊Ctrl-C Ctrl-V過來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名稱就貼到這裡來 後面加個等號 然後呢 再加上日期 比如說我這邊是10月7號啦 那盡量一下子不要查太多啦 那其實我是有試過啦 我把這邊改成那個 2006吧 OK 那它是可以跑啦 不過我覺得你現在先不要跑 不然我怕會不會抓太多資料 到時候那個期交所把我們這邊連線給斷掉了 OK 先暫時先不要跑那麼多啦 2020就好了 OK 然後第三個 Wavetable 就是這個網頁的第三個 不要帶那個資料 回來 這個格式啦 然後抓資料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PostTest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要的資料抓回來 看一下 10月7號到11月改一下 11月11好了 就今天的 OK 那這邊顯示擷取中 很緊張齁 抓起來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想要換 比如說你想說我要換別的範圍有沒有 甚至你可以寫什麼 自動新生育工作表 我要查9月的好了 看這個格式 這可能要用09 OK 執行 因為它前面這邊都07 所以我想應該也要這個格式 9月到11月看看 有沒有 9月7號了 OK 如果你還可以再往前抓更多的 更前面的資料 剛剛它好像有限制一年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邊改成2019 OK 那就超過一年對不對 剛剛會跳警告嘛 現在會跳警告 再跑一次看看 不過理論上這個應該資料會更多 有沒有 2019年9月了 完全沒限制了 有沒有 所以透過這個程式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它前面會限制的 前面它那個限制其實是用Javascript寫的 然後它現在跑的東西不是Javascript 所以不會受到影響 OK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那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待會兒我們主要就是一樣要畫那個 個別的表… 個別的那個圖的折線圖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 這個跟這個又做一個 反正這個日期一定有 那日期跟其他必別 然後畫出折線圖 也就是日期當水平軸 然後那個匯率當成主軸 然後畫出那個波浪狀的這個軸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那個資料下載的部分 其實前面有講過 這一題這個地方比較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是在那個多一個叫PostTest 也就是它把資料參數藏起來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遇到那種網頁 假如是會把那個資料裡面背後的資料藏起來的話 那跟各位講 一律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完成的 其實說真的不一定要用到Python 也可以得到我們要的東西 試一下